iPhone的桌面不知道该怎么整理吗 我们今天一起来看一下如何整批清理App 管理页面还有增加小工具 一起来帮你的iPhone桌面大扫除吧 那首先我们先来讲一下App管理的部分 你要整理App的话呢 就一定要提到App资料库 App资料库是什么呢 它就是在你桌面最右边最后一页的这个画面 那它其实就是一个收纳App的地方 你平常用不太到的App就可以放到这个里面 然后呢如果你仔细去看的话呢 它其实是有依照类别来帮你分类App的 然后上面也有一个搜寻栏 你可以去搜寻你想要的App 那我们先回到我们的主画面 那不管你是想要整个App删掉或是隐藏起来 放到资料库其实有分成三种方式 第一种呢就是一个一个App移动或是删除 第二种是一次移动多个App 第三种呢就是整个页面删掉或是隐藏 所以你就可以看你的情况按照接下来的方法来操作 那第一个要教的当然就是一个一个App移动或是删除啰 那这个部分我很快的讲过去 因为我相信大部分的人应该都已经会了 就是今天如果你要删除或是隐藏App的话呢 你就是长按空白处 然后你就看到App的左上角会出现一个简号有没有 你就可以去点它 这个时候会出现两个选项 第一个是删除App 第二个是从主画面移除 那如果选这个选项的话呢 它就会移到刚才的App资料库里面 这边我想要补充iPhone有一个方法 可以让它自动删除你一段时间没有用的App 而且在你想要使用的时候可以随时在主画面下载下来 那设定的方法呢就是先点开设定 然后找到App Store 接着呢你会在最下方看到一个选项叫做 卸载未使用的App 这个选项把它打开 那删掉之后呢 它的图示依然会停留在你的主画面或者是App资料库 但是在它名字前面呢会有一个下载的图示 那如果你想要再次使用的话呢 你就再点一下这个App 它就会自动下载下来了 那你隐藏的这些App 如果你要再次使用的话呢 你就到App资料库这个画面来寻找 不管你是要到上面的搜寻栏打它的名字 或者是你要到下面的分类点开来寻找都可以 那要再把它加回主画面的话呢 你就长按这个App 然后等到它浮出来之后呢 你就可以把它滑到桌面上了 那另外还有一种方式 就是在主画面这边空白处往下拉 这边就会进到这个Spotlight的画面 你就可以直接在搜寻栏这边打你要的App 那我今天搜寻完之后 除了可以直接打开 我也可以直接从这个画面把它加到主画面 我一样长按这个App 然后等它浮起来之后呢 我把这个Spotlight的视窗关起来 我就可以把它加到主画面了 然后现在因为App资料库的关系 你的App是可以重复被加入主画面的 就是今天你想要加几个Instagram或者是Spotify都可以 甚至是一页一个都可以 接下来我们来讲如何一次移动或是隐藏多个App 首先按住空白处进入走动模式之后呢 按住其中一个App不要放开 然后让它浮起来之后呢 我们去按其他的App把它加到我们的右手 然后你就可以去选择很多个App 把它加到你的右手这边 然后这个时候你看到右上角呢 有一个数字也就是你的右手其实是有11个App 然后这个时候你可以滑到其他的页面把它加入 或者是你也可以滑到最后的这个App资料库 然后把它放开 这样它就隐藏起来了 接着呢你也可以用同样的方式 把多个App从App资料库加到你的主画面 首先我们在主画面随便一个空白处长按 进入走动模式之后我们到App资料库这里 然后你就按住其中一个App 等它滑出来之后呢 我们再回到App资料库 然后再去选择不同App 然后你也可以进到不同类别里面 去选择你要的App 全部选完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到主画面这边来把它加进去 你就放开 它就会一起进来了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如何隐藏或是删除整个页面 一样呢我们长按空白处进入抖动模式之后呢 你看到下方这边有一个页面的点点 我们点下去 接着它就会出现这个页面 这个时候你看到有出现的画面呢 下面有一个白色的勾勾 那如果你把它取消打勾的话呢 这个页面就隐藏起来了 那如果你今天要删除某个页面的话呢 你就先取消打勾 然后这个时候左上角会出现一个-号 你就点这个-号 它就会问你要不要删除这个页面 那你就点删除 那这个删除呢 其实并不会把你的App删掉 你所有的App都还是储存在你的App资料库里面 那今天如果你想要改变这个页面的排列方式的话呢 你就可以拖曳这个页面 这样就可以把它的顺序对调了 像这样子 那完成之后呢 就按右上角的完成 这样就可以了 那除了App资料库的方式呢 你也可以自己新增资料夹 那新增资料夹的方式呢 就是堆叠你的App 首先呢我们长按空白处进入抖动模式之后呢 我们把其中一个App 放到另外一个App上面 这个时候它就会直接生成一个资料夹了 然后上面呢 你也可以去更改它的名称 那这个资料夹的名称 有一个方法可以让它变成空白的 那不是直接按下面的这个空白 因为那样子会没有用 你要去复制一个很像空白的文字 我会把那个连结贴在下方 那那个连结点进去之后呢 你会看到有一个空白 你就把那个空白复制起来 然后踢到这个资料夹的名字上面 它就会变成一个没有名字的资料夹了 那除此之外呢 你也可以把这个资料夹放到下面的Dock里面 就是你今天先把其中一个App拖进来 然后再把资料夹放进去 这样子也是可以的喔 再来下一个呢 我们讲一下小工具的功能 我自己最常用的小工具就是这个天气的小工具 那除了这个之外呢 你也可以新增自己的小工具 像是图片啊或是时间 另外呢还有第三方的App 有支援各式各样的小工具 那首先进入抖动模式之后呢 我们按一下左上角的加号 加号这边点进来之后 你就会看到有非常多各式各样的小工具 那在下面这边呢 就会显示说有支援小工具的App 假设今天呢 我想要新增一个形势力的小工具的话 我就去找形势力 这边点进来之后呢 它就会出现小中大尺寸的这个小工具 你就可以自己去选择你想要怎样的形式 那例如说我今天想要加入这个小工具的话呢 我就按一下下面的加入小工具 它就会跑到我的桌面上面来了 那在抖动模式下呢 你点一下这个小工具 你也可以去编辑它里面的选项 像是天气这边我点进去的话 你就可以选你想要显示的位置 然后另外的小工具也是可以堆叠的喔 就是在这个抖动模式下 你把其中一个小工具叠到另外一个上面 这样子它就会变成一个卡牌模式的小工具了 那除此之外呢 还有另外一种小工具叫做智慧型小工具 只是它会学习你的使用习惯来显示不同的画面这样子 那有兴趣的话呢 一样也是在抖动模式这边按加号就可以新增了 那我们今天这个iPhone桌面整理的小技巧就到这边 希望帮助到大家 另外呢 如果你还有任何想要学的iPhone或者iPad教学 欢迎在留言区告诉我 我们今天影片就到这边 我是苹果妹 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